他對金馬獎有期盼 可是不敢設想 被祝福很多的那個入圍的訊息 我就覺得很開心 當下情況其實我每次都是在家裡 然後我就是在處理我的電腦 那我的Facebook就跑出很多的那個住客 就串人打電話打訊息來 然後我的手機呢 裡面好多的恭賀害我就有點不好意思 那很興奮啦 因為我在拍本日恭秀的時候就是 全力以赴在拍 沒有去想到任何一件別的事情 可是拍完之後 年年的得到很多的回想 我就也是很開心 那對金馬獎我有期待 但是我不敢有特別的想法 因為還是要尊重金馬獎評審委員 因為那金馬獎本來就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啊 尤其是今年金馬六十 那有期盼 可是不敢設想 那被祝福很多的那個入圍的訊息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在金馬六十呢 還能夠有一部作品 能夠被入圍 真的是很開心 這一次嘛 能夠被入圍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心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金馬六十是一個很盛大的宴會 在金馬獎六十周年生日 那對我來講 特別的意義就是 藉由這個入圍 好像又被金馬獎 回歸到一個大家庭 那大家一起 藉由金馬獎盛會 一定會相聚 一定會在一起 就是久別 重逢的那種興奮 尤其是我的導演 桂花像的那個成婚後 他今年得終身成就獎 然後覺得好興奮喔 我跟他拍完桂花像 到現在很少有機會碰面平常 因為那都在大陸 那我那陣子也都 有一陣子都在美國 就沒有什麼聯繫 很自然有這個社會的巧合的安排 我們就回歸在一個大家庭 擁抱在一起 我就覺得特別的溫暖 那到目前為止有 就是有在聯繫嗎 沒有那麼頻繁 也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金馬獎盛會 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隆重 對我來講 因為可以跟他們相聚 那目前就是有沒有 就是為了金馬 有做什麼準備 包括就是服裝上面 或是改演 你想好 感年喔 我一定是會很感謝很感恩 金馬獎評審的給予的 第一個先是入圍的肯定 然後 沒有啊 就是會很感謝啊 真的心裡面真的是 就是有無法演喻的感謝 因為這麼久沒有拍戲 然後我在拍的時候 真的沒有想著這麼多 那沒有 不知道會被入圍 然後當然我也希望能夠 被肯定一次 在哪一個講 現在的年輕藝人真的是很 很棒就是說 跟美國的藝人都一樣 就是說不會說 啊你要演個什麼 角色要隱藏你的婚姻 隱藏你的小孩 都不會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就是說 藝人演員本來就要經過你生活的成長 要不然你怎麼樣去演出一些 你要有那個內在豐富的那種生活的體驗 檢問生辰進去做很好的事情啊 看起來就好幸福喔 兩個人 鏡頭育女 她老公也很好喔 那個女兒 對啊 陳婷妮啊 她長得很漂亮欸 我覺得她很不錯喔 她又能夠身兼監製 對 然後 角色多功能 那現在的演員好像要具備這種 多種的那種能力 我覺得她就很好欸 很多監製又倒葉上去 對啊 我每次看到一個人 我就跟她講 她很好她真的很不錯 這十禮拜的 所以我會想跟她合作 我覺得有機會有什麼不可以 很好啊 但會想要演怎麼樣子啊 沒有什麼限制 只是說她這樣子的演員在一起拍戲的話 因為 你拍戲總要很多互動的 好的優秀演員 才會 對整個戲會有加分 我覺得她就是很優秀 很棒啊 那小粉姐會不會也想要 就是像君妮一樣 可能當個監製啊 或是再進一步做導演這樣 演員久了 我一定有多方面有這一方面的共識 但是我的擅長最能的就是在演 因為我有評估我自己跟我整個的狀態在能力 與生俱來的 其實我最擅長就是演 就是那種就是 那種型外的傳達 那監製啊 製片啊 導演我是比較更 比較沒有能力啦 那但是那個監製製片那一些齁 就是會在演的後面 那我就已經沒有什麼精力去走到後面了 那又馬你就不演 專做監製製片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會擅長在演 其他的就是 就是學習啊看啊這樣子 還是說當成開歌的演員班 我沒有那樣子的企圖跟強烈的欲望 因為很多人想跟小芬姐學演戲 戲是可以彼此藉由看不同 很多優秀的演員的作品來看 那戲其實是很難教的 也是教不來的 與生俱來的那種feel 真的很難去教 就像我們副導演 他也去上過很多課 他說啊真的是 很多事情他會當導演 是他副導演他本身的一個本能 與生俱來的 他的文字力量 他也是沒有人教他 同樣的父母 不同的兄弟姊妹 他父母也不是說對他特別的要求 他自己自個自成一格啊 那很多事情真是與生俱來的 那後面是要努力盡修 沒錯 但是很多事情是叫不來的